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硬核的机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假如说你中了双色球 500万之后如何领奖 正确真实的流程是什么 也包括你中的题材 什么搭着扣啥的 因为在网上我看到一个这个人说的 这简直就是胡扯 来你看他说的是啥 什么带四大银行银行卡 就什么 还有人问你什么捐不捐款 重点他都没说 他这个东西你看一下就得了 下面我跟你分享重点的流程 因为我中过双色球的二灯奖两次 三灯奖前去差一个号 那是三千好几回 而且我对这个第二次二灯奖 是2016年的12月20几号 都马上过年了 是一个这5G的非常清楚 当时有一个中了五柱一灯奖的 听清楚一灯奖是790多万 他中了五柱一灯奖 将近四千万 我俩一起对的奖 我二灯奖非常少 因为一灯奖特别多 二灯奖好像 好像踢我百个二灯奖 才中得七万多块钱 七万四千多块钱 最后去掉税剩下好像是 那个五万九千多 正确的流程是什么呢 你一进屋 每位大爷就问你 你是干啥的 你说对奖 他会问你一灯奖二灯奖 实际上一灯奖二灯奖 这都差不多 都得走那个程序 然后到这个机房有办公室 机房是巨大的黑压压的 一片一片像西洋市的电脑 就是好几个屋那么大 就一排一排 全是那种西洋市的电脑 机房 然后对 首先人 你的人 你的身份证 最重要的是彩票 对完了之后 他给你这个签个字 他得对一下 签个字 签个字之后呢 对了 对了 你进那屋 你进那个机房的办公室屋里 你都得把鞋都得套到方便袋 你听明白吗 可能是防止什么机房 有没有回答的 然后把你请到这个财务室 我记得当时我对讲是二楼是二楼的 好像是二楼的一个机房 然后三楼是财务室 二楼的机房办公室 三楼财务室 到财务室之后 然后财务就问你了 问你之后 然后给你打支票 他得跟银行那边沟通 最重点的就是最最重点的 建设银行 你必须得拿建设银行卡 像刚才那天说什么 极大银行卡 没有用 你只要拿建设银行卡就可以了 如果你非得捣钱啥的 你拿那个其他银行卡 建设银行卡是必有的 因为不管是福产还是提产 他们对接的这个银行 都是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的一类卡 必须得拿 然后你就等了 他这边咖沟通完了 跟你开一张支票 这也是重点 支票一定是去掉 你百分之二十个人所得税之后 剩下的百分之八十 我第一次中奖是一二年 第二次中奖 就是那个 一六年的年底 然后给你开那个支票 就是已经去掉个人所得税了 你拿着那个支票 然后我还特意问的 我说这有没有人家捐款呢 他捐什么款 那边一登银行卡 好几个都没捐款 我俩上楼的时候非常巧 他个楼下就研究那事 他家去了一堆人呢 他给他布置 哎呀 万一一会儿让他捐款怎么办 你们几个个门口 个车内 往我们几个上楼 就是严正一旦 要干这样子的 然后把他上 上之后 我在财务室等的时候 然后他也在财务室等了 一说完那女的 你听我说 就给他对家那些老相 哎呀 这你这花假的 这哪的 这家四千来万 去掉税可能是三千五百多万 就是五住将近七百 将近八百 七百九十多万 五住将近八百万的 这个一等奖 然后我俩就坐那 我那个队都差不多了 队都快出支票了 完了他也进来了 完了他也进来 完成完那个 就队的那个财务那眼 两个财务那 一个财务 一个储纳 两个人 桌子就对着那种办公室 然后那个 我俩就跟他闹壳 完了他告诉那个 财务的人员 告诉那个一等奖 你等一会儿 说你这个可能要慢点 说我这个快 我这个钱少 数额大 那肯定银行那边得反复核对得慢的 然后我俩就聊天 就闹壳 完了就说怎么怎么 这种 就我们交流了一下 就是这个 看那个走势图的方式 怎么怎么 这种 他跟了多少 我俩就跟他闹 大概闹的有二十多分钟 然后最后 我们共同问那个 就是对讲那 我说 我这几万块 不一定能捐 那他种这些钱 能不能捐的 他也是很有兴趣 说 所以不会让我强制捐款 听清楚 重点 重点 人家财务那个人说了 是管财务那人说 人家当时就乐了 你们捐不捐款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愿意捐款 自己出门 管哪哪哪哪 有什么慈善机构 这个那你自己 自己名义捐 我们就是负责给你 对讲的 捐什么款捐款 你们爱捐不捐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完了当时我俩 完了那个人 当时我俩乐了 特别是中医能 养的那人 就是如是重负一样 也就比我大几岁一个人 然后如是重负 那就行 我还跟我家人商量了 那个要万一捐款 怎么怎么地 这个那 这我自由不想捐 当然了 我没有我们自由 愿意捐不捐 谁他妈也别道德榜压 对不对 然后如是重负的 可开心 完了那个说 对完了怎么对 我问他的流程 其实也是那个 一等价流程 然后那个我就问 我说这个怎么办 他说你这个吧 就是这个在 听清楚了 在长春西安大陆上 挨着这个 左转往西边转 那个大道 然后他说了 他说那个 你对完价 你上斜对面 往前走几百米 有个建设银行 省的总行 你拿着这个支票 到窗口 就让那个窗口的人 你就说把支票的钱 转到你这张卡里 就完事了 听清楚吗 就整个流程 就是这样的 百分之百真实的 网上所有说的 都不可能 有我这个权威 听明白吗 因为我经历过 而且跟我一起对讲的 还有一等讲 那么大数额的 那么一个大神 所以说就是 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 有的时候 我看到网上 说的很多事 它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不想评价 但是有的 实在是忍不住了 因为很多事 我都经历过 知道吗 记住 这才是正确的 对讲流程 这年轻人 关键是 你能不能中 嗯